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了皇帝 皇太极的父亲后金的建立者天命和诺哈赤 被追尊为清太祖 而皇太极本人就是清太宗 从后金韩国到大清帝国 这标志着诞生于白山黑水之间的这个女真政权 已经不满足于东北异域 而是开始有了异域称雄东亚 取明朝而代之的宏大野心 而此时也确实是清朝进取中原的大好时机 在民变叠起瘟疫肆虐的双重打击下 大明王朝已然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 不过清太宗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雄心 便在圣经宫中病逝 太宗去世前没有指定继承人 因此他的十四弟锐亲王多尔滚和长子宿亲王豪格 一度尽把弩张争夺地位 最后是依靠了太宗的二哥 魏尊连长的李亲王戴善从中斡旋调解 才平息了这场皇位纷争 太宗第九子年仅五岁的弗林成为了新一代的皇帝 就是清氏族顺治帝 多尔滚和太宗的堂帝正亲王吉尔哈朗成为了摄政王 然后多尔滚亲率七万八旗禁旅南征明朝 清军刚走的半路上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 崇祯上吊自杀 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平西伯吴三贵 派来了使者向清朝割地借兵 利用这个千载南方的梁姬 多尔滚逼迫吴三贵详清 把其铁骑直入山海关 先是在一片石之战中重创了李自成的大顺军 接着又夺取了当时还是四朝古都的北京城 占领北京之后 多尔滚立刻派人从圣经沈阳接拉了顺治皇帝 从此清朝从边陲之地的新兴政权 开始成为统治整个中国的大立国 成为了第五个定督北京的王朝 监督北京之后 清军兵分三路 御亲王多夺在击破了河南境内的大顺军之后 直下江南攻打南明政权 英亲王阿继阁由河北京山西入陕西 再到湖北一路追击李自成 而肃亲王豪阁则进入四川 剿灭张献中的大西政权 最终清军攻取云南 吴三桂更是率军深入缅甸 俘虏了明朝的末代皇帝永历帝 以此为标志 大清帝国从迁都北京算起 历时18年终于完成了天下一统 也正是在这一年顺治病逝 顺治是清朝最后一位 依照满族族火葬的皇帝 也是清朝入关后唯一一位火葬的皇帝 所以汉族民间有了顺治退位出家的种种传说 顺治驾崩之后 他的第三子玄业继位 就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清圣祖康熙皇帝 康熙继位的时候只有八岁 因此朝政一度被全城敖拜把持 后来15岁的康熙用计逮捕了敖拜 这才得以真正的亲政 亲政后的康熙下令停止圈地 缓和了满汉矛盾 同时还大力整顿励志 恢复了明朝后期的经察制度 而后年轻气盛又自认颇有一番座位的康熙 决定撤翻 当初清廷入关的过程中 有四位明朝降将立下了赫赫战功 吴三贵 尚可喜 耿仲明和孔有德 他们成为了异族异姓的藩王 其中孔有德在征服南明的战争中战死 其他三人则分别获得了云南 广东和福建作为封地 成为了大清帝国境内的三个独立的小王国 为了对抗朝廷的撤翻 吴三贵起兵叛乱 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仲明之孙耿荆珠 还有陕西提督王富臣 和孔有德的女婿广西京军孙延龄 先后响应 蒙古的查哈尔王布尔尼 以及台湾的前名颜平郡王郑京 也趁机出兵 清廷在中原的统治一度是岌岌可危 在此危局之下 康熙冷静处置 沉着应对 他派遣堂兄 信郡王厄渣和被誉为满臣翘楚的名将土海 统帅大军先去平定对北京威胁最大的查哈尔 查哈尔王布尔尼兵败身死 借着平定查哈尔的余威 清军又破降了陕西的王府城 稳定了北方 而后 康熙又派他的另一个堂兄 康亲王杰叔 率军平定耿荆忠 同时招降上知信和孙延灵 尽管吴三桂派人去杀死了打算降清的孙延灵 但是仍然没能控制住广西 而后清军一路推进 最终吴三桂病死 孙子吴士藩自杀 三藩之乱被平定 之后康熙又击败了野心勃勃 抑郁进取中原的蒙古准戈尔韩国 和他的盟友俄罗斯 消灭了一直以前名 宜臣子居的正式家族的东宁王朝 而且他还多次出巡 视察各地民情励志 主持修上了黄河和永定河的河道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文治武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康熙 一再明确的拒绝群臣为他上尊号的请求 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 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 也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康熙晚年 由于他的几个儿子争夺储位 搅扰了朝局 清廷开始出现了励志废齿 国库亏空的情况 康熙驾崩后 他的第四次雍亲王印针继位 就是倾逝宗雍正皇帝 雍正在历史上 是以秦政和铁腕而留名于世的 据说雍正每年只休息三天 除夕冬至和他自己的生日 当然更重要的是 雍正实行了贪丁入母 火号归宫 改土归流 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这几项重要的改革 极大的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获得了后世的肯定 雍正在位13年 驾崩后传为给了第四次红利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 和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 清高宗乾隆皇帝 乾隆可以说是清朝皇帝中 在今天知名度最高的一位 但其实乾隆也是清朝 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乾隆晚年曾经自称实权老人 以此来夸耀自己在位期间 十次平定国内和附属国的叛乱的军事胜利 其实这些战争中有不少都是劳师费想 收效甚微的 除了好大喜功之外 乾隆的私人爱好也深受后人诟病 乾隆喜欢收藏历代名家的书画 不仅喜欢收藏 还喜欢在字画上用印 甚至是提诗 所以凡是被乾隆收藏过的字画 大多都贬值了 说到提诗就不得不说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 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 从皇子到皇帝到大权独揽的皇帝 再到一言九鼎的太上皇 乾隆的诗词总体上遵循着 随着他权力地位的提升 越写越多越写越烂的创作规律 比如像是他晚年的名片《飞雪》 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乾隆在位满六十年的时候 为了不超过自己的祖父 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 乾隆主动把皇位传给了第十五子永远 就是清仁宗嘉庆皇帝 乾隆虽然让出了皇位 但是仍然以太上皇的名义 实际掌握着朝政 皇宫里也仍然继续使用乾隆的年号 绝到三年多以后 乾隆驾崩 嘉庆才真的成为了帝国的统治者 清政后的嘉庆立即处置了 乾隆晚年的宠臣和珅 超家赐死 嘉庆从和珅家中超莫的财产 折合白银十一亿两岁多 相当于清政府十五年的财政收入 和珅也因此成为了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官 中国民间也有了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的谚语 嘉庆晚年经济直立一代的民间宗教天礼教的教民 在宫内的太监侧应下 竟然以二百人攻入了大清帝国的心脏紫禁城 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可以在北京故宫的龙宗门的匾额上 看到当时激战中留下的箭头 天礼教教徒攻打紫禁城的时候 嘉庆正在从热河避暑山庄回北京的路上 当时正在宫中的皇次子明宁挺身而出 指挥宫中侍卫围剿天礼教徒 而且还亲自开枪击毙了两个 因为这份功劳明宁被加封为至亲王 后来更是继承了嘉庆的皇位 就是清宣宗道光皇帝 道光可以说是中国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抠门的皇帝 像是一个月才换一次衣服 要求后宫的后妃们学习女工来给衣服打补丁之类的事迹 无不标柄清水令后人震惊 道光不仅至家抠门 治国更是如此 道光六年 当年乾隆朝曾经发动过叛乱的回部首领大合卓的孙子张格尔 再度煽动新疆的穆斯林叛乱 在平定了张格尔叛乱之后 朝臣们请求在新疆常驻一万八千人的常备军 以此来维护新疆的稳定 然而道光为了节约军费只同意批准六千人 于是大臣们愤然上奏 说六千人根本无法守卫新疆 那只能专守新疆东部 西部就交给当地的回教首领去自治 这样道光才最终同意了新疆驻军一万八千人的方案 但是要求内地各省裁撤2%的士兵 以此来节省开支 用省下的钱供应新疆的驻军 包括之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 固然英国凭借着工业文明的强大实力 轻而易举的突入中国的经济中心华东地区 对这个古老帝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但是客观的说 英军攻克镇江之后 清朝远远没有被锁定败局 道光的给予妥协 并不是认识到了工业文明的先进和强大 而只是出于他挤进病态的节俭意识 为了省下海防和军务的庞大开支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西方国家第一次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战后双方签订了南京条约 结束了中国自乾隆朝开始的闭关锁国 从此中国被迫一步步的卷入到了全球化的体系之中 道光在位三十年 驾崩后船外给了第四子一主 就是清文宗咸丰皇帝 此时的大清帝国早已是内忧外患 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 在这一片揪头烂额中 咸丰病死在了热河壁暑山庄 船外给了独生词宰纯 就是清牧宗童治皇帝 童治继位的时候只有五岁 因此贤丰留下了以户部尚书肃顺 和夷亲王宰元为首的八位顾名大臣 辅佐新军 但是童治的生母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暗中联络贤丰的六弟留守北京的公亲王一心 二人疏扫合谋 发动政变 铲除了八大臣 一心成为了义政王大臣 而慈禧则和咸丰的皇后慈安太后一起垂帘亭就 从此清朝开始逐步的迈入了慈禧太后的时代 在一心的辅佐下 清廷重用了以曾国藩 胡林义 左宗棠和李鸿章为首的一批汉族大臣 对内平定了南方的太平天国叛乱和北方的碾军起义 对外恶制了俄国对新疆的野心图谋 使得已是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出现了中兴的气象 同志在位只有13年 还没有来得及生下子嗣就病死了 然后慈禧选中了咸丰的七弟纯亲王义宣的次子 四岁的宰田继位 就是清德宗光绪皇帝 光绪能够继位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他的母亲是慈禧的亲妹妹 光绪十年 借口军机处和内阁在中法战争中举措失当 慈禧突然下旨 罢免了义新等军机大臣 以及六部的多位堂官 启用李亲王侍夺和自己的妹夫纯亲王义宣总领朝政 史称假身义书 以此为标志 风光一时的一心淡出了政治舞台 而慈禧则大权独揽 成为了大清帝国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者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 日本为了夺取清朝的附属国朝鲜 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 因为主导朝政掌管国家财政的军机大臣 户部尚书翁通和 和直立总督李鸿章私怨很深 因此李鸿章麾下的北洋舰队 长期得不到中央的财政拨款 经费捉襟见肘 极大的影响了战斗力 再加上李鸿章本人低估了日本的赌徒心态 最终北洋水石全军覆没 清朝被迫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放弃朝鲜 割让台湾赔偿军费两亿两百亿 甲午战争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第一次遭遇到了另外一个东亚国家的挑战 从此中国主导东亚两千年的朝贡体系彻底崩溃 日本一跃成为了东亚的第一强国 受到甲午战白的刺激 光绪决议效法西方法治国家进行政治改革 这是戊戌变法 然而由于年轻的光绪缺乏政治经验 处事操窃急功近利 再加上所用非人 变法只维持了103天便宣告失败 因此也被称为百日违新 百日违新失败之后 慈禧将光绪软禁在了中南海的迎台 考虑另立新军 这次慈禧选中的是光绪堂兄 敦郡王宰姨的儿子普俊 于是普俊被过继给了没有子嗣的光绪 称为大阿哥 其实也就是皇太子的意思 但是对于慈禧的这项决定 西方各国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他们十分同情和支持 意图学习西方的光绪 坚定的拒绝参加清廷为了庆贺策利大阿哥 而举办的国宴 其中又以德国驻华公使 克莱门斯·冯·克林德公爵的态度最为强硬 为了威胁一下西方国家 慈禧默许当时民间的排外势力 义和团进入北京 围攻位于东郊民巷的使馆区 这样驻北京的外国使团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多国的驻天津领事集会 以保护驻北京外交人员的名义 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多国联军 由英国海军中将西莫尔统帅 强行在天津大谷登陆 向北京推进 得到这个消息的慈禧 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 向西方各国宣战 就在宣战诏书颁布的前一天 端军王载仪派人在北京东丹的西总部胡同 刺杀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 这更是极大的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和仇恨 之后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俄国 意大利 日本和奥匈帝国 纷纷派出部队 组织了八国联军 攻占了大谷口炮台 一路向北京进发 两个月后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 慈禧带着光绪和一般文武大臣仓皇逃离北京 一路逃到了西安 而后 清朝和八国联军签署了新丑条约 允许列强在北京的使馆区驻军 向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损失的11个国家 赔偿白银4亿5000两 而且还依据八国联军开出的名单 惩处了以敦郡王载衣为首的142名各级文武官员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 梁广总督李鸿章 两江总督刘坤一 胡广总督张之洞 敏浙总督许应奎 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 既不与列强开战 更不派兵支援京京 而是继续和各国保持和平 使称东南互保 虽然东南互保切实的使得山东和南方各省 免遭外国军队和国内极端民族势力的涂炭 在当时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有效的维护了和平 但是这也使得清廷的中央权威跌落到了谷底 新找条约签订之后 慈禧不仅没有处罚抗命的地方都府 反而听取了这些改革派官员的建议 派出官方使团前往日本和西方各国考察 做出了准备全面推行改革的姿态 号称清末新政 然而由于慈禧个人丝毫不肯放松手中的权力 因此以宪政为基础 以法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并没有真正启动过 慈禧临终前 为了避免慈禧死后遭到光绪的政治报复 狠心的毒死了这个已经被自己囚禁了十年的亲外 而后慈禧选择到光绪同父异母的弟弟 纯亲王宰封的长子溥仪 如纪大统 就是清朝的末大皇帝宣统帝 当时溥仪只有三岁 所以慈禧留下一命 以载封为摄政王 和光绪的皇后 也是慈禧的侄女龙玉太后一起执掌朝政 在国内立宪派的压力下 宣统三年 公元1911年 清廷宣布废除军机处 按照君主立宪的原则成立责任内阁 然而内阁名单已经公布 立刻引起了全国舆论哗然 十三名内阁大臣中 包括内阁总理大臣 庆亲王义匡在内 有七位都姓爱新觉罗 而且掌管的还都是像民政部 渡知部 陆军部 海军部 司法部 这样重要的实权部门 因此这间内阁被人们讥讽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诞生五个月后 武昌起义爆发 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最终在宣统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 公元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龙玉太后颁布诏书 称何人因一姓之尊荣服诏民之好物 特帅皇帝将统治权攻诸全国 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总其人民安睹 海语一安 仍和满汉猛回藏五族完全领土 唯一大中华民国 至此延续了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